台湾天团五月天成员石头 一季导演林淑宇 10月31日到香港尖沙嘴出席电影《百日告别首映》里 两位主角在戏中有亲密戏份 石头大爆老婆看完之后 竟然嫌两人亲得不够久 石头嫂真的有够大方的 而林嘉欣的导演老公 在看完电影之后 竟然没有给她任何评语呢 表现怎么样 她没讲诶 我们其实我也不敢问她 反正她看了她没有多讲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过关了 就是对我的演出的部分 因为她也是老演 她有跟我讲 她有跟你讲啊 她没跟你讲啊 没有耶 有啊 她跟你讲啊 我老公跟你讲没有跟我讲 好吧 吃醋了 她讲了什么话 没有啊 她就讲说就是 她就是 就 谢谢我们 拍这部片 然后拍她老婆讲 其实我很需要背叛 别看现在大家笑得这么开心 其实百日告别是一部非常沉重的电影 该编自林书宇导演 和另一位同一天失去爱人的女儿 以一百多天走出失去爱人伤痛的故事 林嘉欣和石头在演的时候 因为情绪过分投入 差点不能出戏 我记得那就是拍完我们 因为我杀青了嘛 然后回香港 我见到我的先生 他就抱着我 然后我就 对就落泪了 我觉得是 对可能因为这部电影 就是勾起我很多的 不同的情绪吧 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 真的是蛮幸福的 因为这部戏非常的沉重 那我不是像嘉欣一样 就是有这么多演戏经验的人 所以我得要花蛮多时间 然后去录戏的 那其实花多少时间录戏 就得要花多少时间出戏 那我出戏的过程是花蛮长的 那每天都大概 几乎是每天是没办法出戏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